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為美國上月撤離阿富汗並結束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而堅定地辯護 布林肯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 如果美國總統拜登決定延長這場戰爭 將需要派出非常多的美國軍隊增兵阿富汗保護美國自己並且防止塔利班接掌政權 導致人員傷亡最多能恢復一場僵局繼續無止境地被困在阿富汗遭受攻擊 布林肯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外注更長的時間是能讓阿富汗的安全部隊或阿富汗政府變得更堅韌或自我維持 他說如果20年數千億美元的支持、裝備和訓練還不夠的話 為何另外一場的一年、五年或十年就能產生不同的效果 塔利班在8月中從掌權以來 美國已經從赫布爾撤出12萬4千人包括大約5500名美國人 還有大約100名美國人留在阿富汗 有些美國人隨後在塔利班默許的情況下 得以通過陸路或搭乘多個航班離開阿富汗 但布林肯說截至上星期有大約100名美國人依然留在阿富汗 加上星期也就少了 大約100名美國人 美財神博